各位菩萨大家好 大家有听到声音吗 感恩 感恩大家今天上线 今天我们知道现在线上有柬埔寨 菲律宾澳洲等国家的菩萨们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说明 还有报告就是我们明年度 慈善基金会这里跟教育置业 有一个产学合作 那就是提供跟我们做说明 教育置业这边也很感恩 校长们也都有上线 那我们今天就先 这个说明会 我们就请又名老师 还有教育团队感恩 感恩 非常感恩师父 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 就是一起来了解这个计划案 那我想待会我会对于这个勇闯天下的这个计划 做一个简报说明 那在说明前呢 就是非常感恩我们学校 其实一起共同来成就 所以上从校长 然后各到这个教学单位的主管 都一起共同的来合作 所以是不是我们先请在慈科纳的这个连线 就是校长 先来介绍我们今天一起与会的师长们 那非常感恩师姐 还有又名 还有 台湾的各位生师姐 大家好 那我就又名要先介绍 我就先介绍 我们学校的 理会的主管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长 陈清飘教育长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主命 我们的主命 陈清飘主命 再过来是我们教育中心的主任 郭毅伦 再过来是我们行管系的系主任 游坤史主任 那目前是我们在现场的 有年之宜的 然后有六个人在这边 那又名是在金社 那又名我要那个吗 还是交给你 好 谢谢校长 其实我想 其实这个计划和真的是 我们学校一起跨单位 跨处式的一起合作 那我赶快来跟大家做这个报告 那请问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投影片吗 没有 没有投影片 好 那那个网路好像那个 流量比较低 好 那是不是 稍等我们一下 我们这边 来做这个 投影片的 切换 那我想就是在 切换投影片的时候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计划的源起 那其实是有一天 就是我们主秘还有几位主管 去拜访 严埃执行长 那希望就是说 磁科大 磁济科技大学跟 磁散基金会这边有 更多的合作 特别是在永续发展上面 那资金党在会议当中就有提到说 人才培育其实是持绩置业 特别是在全球发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那我们就在想说 其实每年各个国家海外分支会 都会选送一些人才回到台湾来就是诱读 那可是我们在跟一些海外分支会的责人 执行长在互动的时候 就提到说 其实来台湾念大学 当然非常好 然后好像有一点点长这样子 那有没有更快 然后更直接的一个训练方式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 就是学校内部的老师讨论 就是希望说 我们其实磁科大这边有像绿冰的专班 然后还有跟印尼的金光专 集团一起合作 开设客化的一个课程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课程浓缩 到一年以内 然后针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需求 然后来培育人才 所以那时候就 很感恩有佩芳师姐 俗文师姐 就是我们大家 就是一起 讨论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简报 就是勇往直前奸善天下 那海外置业 这个注点人才培育 那我想就是在很多的大学 跟毕业之后 都就是国外都非常流行 所谓有一个game year 就是让自己沉淀 把大学所学的做一个回顾 然后也去体验这个世界 那到全世界可能去撞游 或者是学习 然后去想想在进入职场 该怎么样去发展 那同样的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慈善事业的人才培育 这群大学生可能是年轻人 然后或者是已经毕业了 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反思 希望能够贡献 那我们希望把慈季最棒的一个特色 就是国际慈善 我想在亚洲地区 甚至在全世界 就是能够遍及到 一百多个国家来做慈善工作 那慈季真的是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团体 那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跟服务的方案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触 所以刚刚提到 其实就希望说 让我们的全世界的年轻人 他如果对于自己的生命 想要去寻找意义 想要去服务 然后去从事一个非常 梦幻的工作 那其实就是可以来参加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 内容呢 要做什么事情 我想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 或者是刚出社会没多久的学生 你要他到海外慈善的据点 去承担专案 或承担会晤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在想说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可以承担的呢 其实我们像会跟 之前有跟司子山 互动过 他们可能当地就需要做所谓的公共卫生的教育 有些地方呢 可能是需要所谓的数位提升 因为他们可能连电脑如何开机 怎么上网 怎么样去做基本的电脑的架设 网络架设 可能他们都不了解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透过线上的方式 跟基金会来互动 包括要视讯的会议 或者是观看上人的开释影片 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可以从事的任务 那另外一个就是去当地教华语 特别是把我们实际禁诗语的融入 那带动当地这样子一个人文的风气 还有提升语言 让当地志工呢可以有机会 跟本会有更好的互动跟沟通模式 那当然如果华语 不是当地的语言 然后也不是英语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英语来进行 禁诗语教学 那所以这三个任务呢 我想基本上是我们一个年轻人 大学刚毕业 是可以从事的事情 教禁诗语 教基本的资讯能力 还有公共卫生的改善 那除了到当地做这三件事情之外 其实他必须学会了一些职能 包括像专案管理 那就要写计划书啦 然后要办理活动啦 还有财务的报表分析 所以这些都是统称在我们所谓的专案管理里面 那以及做人文真善美 拍照 摄影 做简报 将这些资讯 跟本会分享 那以及因为在当地呢 可能需要自己采买食物 所以他必须能够治理生活煮饭 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核心价值 对于持继的人文 持继的史 能不能够有所了解 去当地撒拨这样子 种子哦 所以简单说 透过这个计划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其实如果从企业的角度就是在培育一群胸怀天下 而且有专业执行力的年轻人 那他就像是企业中的储备干部一样 他可能也会是我们持继制业未来重要的下一代的介绍 所以当地就需要办一些工作方啦 然后办营队啊 然后接引总指就是跟社区的民众互动去找到对持继认同 那以及协助会晤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目前呢 选择的地点啊 就是跟本卫有讨论过 就是预暂定 暂定啊 就像是莫山比克啦 尼泊尔 约旦 土耳其 马来西亚 这些地方呢 可能都有一些专案 然后适合刚刚我们提到的学生的能力去当地做服务 但是呢 这些国家或者是地点呢 还会因着时间而有所调整哦 因为可能学生到海外去服务的时候是后年 当时候可能持继又会有不同的一个任务 所以会有所调整 那也希望各个国家如果你觉得 希望当地有一些年轻人来注点服务的话 也非常欢迎可以跟本卫 这边做一个联系跟讨论这样子 大学生来说 其实不会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对于当地的实际会晤推展是有帮助的 因为可以记录当地的活动 然后还有把人才接引 然后协助当地的会晤一些行政事务工作 所以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可行的 那预计去注点的地点呢 就是如简报 这是暂定 那如果有希望调整 或者是当时候持继要发展的会晤 有所变动 那也会再增加做修改 那我们就继续啊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人才培育呢 所以学校的就把相关的课程 做了一个这个规划 在避学的项目呢 就是这些参与的学员啊 必须学会专案管理多媒体应用 词记人文词记史 实务专题 还有语言能力的提升 职场伦理实习课程 还有联合国SDGS的观念 当地的文化发展史 还有法规 这些呢 我们都会用课程的模式 工作方的模式来培育学生 确保他具备的能力 特别是实作能力 不只是知识 然后到当地是可以运用的 那也会根据呢 他在假日 含暑假的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 参与词记的 淫队 志工服务 或者是茶会 希望就是这些年轻人呢 真的落实他的技能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规划 那整个时程进度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现在开始呢 一直到11月30号 就是欢迎大家去推荐 邀约年轻人来参加这个计划的报名 那我们会在12月10号到12月20号 有一个面试啊 希望可以跟这群年轻人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来报名 还有他们基本的一些能力 那预计在今年的12月30号公告录取名单 那在明年的1月到2月12号他们可以办理签证还有来台 那预计2月13号开训 那开训呢 其实日期就跟我们学校的开学是同一天 那2月13到6月18呢是我们第一期的课程 到了6月19呢我们会公告第一期的捷训培训的一个成果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透过这些培训课程之后 有些学员 同学年轻人的学习状况可能不适应 或者是他这次来 他就是一个短期的学习 并没有要参加到海外的服务 那所以我们呢会在第一期做一个培训成果的一个报告 那如果同学想要退出 就会在这个时段来做一个中指 那到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就是暑期的实习 我们会跟本会来讨论这些学生 他们可以依照专长跟有兴趣的领域去投入 那9月份开始呢就是会公告 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去进行的课程的内容 所以就是9月11到22呢是第二期的课程 所以这是未来一整年的规划 那课表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下预计怎么样来进行 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呢 其实我们都帮同学 就是这群年轻人排了非常充实的课程 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外回来 他们在华语文上的一个能力 呃是需要加强的 所以我们在早上呢都会安排他们进行所谓的华语文课程 那到了下午之后呢每天会有不同的主题 像礼拜一就会有词记人文 那因为礼拜一也是我们慈善置业的一个会晤的一个报告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共同聆听了解 实际现在所做的 那这个跟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一下午的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同等呢也都会一起上线精进 可以互相的学习 那礼拜二呢我们就会让他们学习专案管理 像是如何撰写计划书 什么是PDCA怎么去执行OKR 那这些都会在我们的第一期的课程当中 那资讯课程呢会有基本的硬体装修的教学 还有教他们如何使用Google 那Google呢可能大家觉得很简单 事实上它其实是可以学习写一些小程式 让工作效率更自动化 那我知道本会是使用Microsoft 那因为不是他们都有一个账号 所以可能就是在基本的文书处理会教 但是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功能 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我们会再跟本会来讨论看看 如果是需要用到Microsoft Office 365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那实务专题呢我们就会用设计思考的方法 来让他们去发现一个社会的需求 然后找出可行的方案 然后真的让他们去实践 那礼拜五呢我们就安排SDG的课程跟职场伦理 那礼拜六呢我们就安排一些志工服务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公共卫生 那我们慈科大友健康故事屋 可以让他们学习透过一些卫教绘本的方式 来跟这些小朋友来互动 那也可能会带他们去做慈善的访试 或者是回到金社来做福田的志工 那所以基本上礼拜六礼拜天就会让他们来多参与实际的志工服务 那当然还是会让他们休息 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好的休息 可能怕他们很快就会就是疲惫 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一期的课程 那第二期的课程呢 因为已经经过暑假的实习专案的执行 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知道有更高的机会被选上到海外来服务 所以在礼拜一呢我们就在强化持即时的部分 然后在礼拜二呢 专案管理就会强化了就是他在财务报表 或者是沟通团队领导的这个更高阶的能力 那在礼拜三呢原本的资讯能力呢 就会变成是多媒体课程 他要懂得去拍照摄影剪辑还有做简报 那礼拜四呢实务专题呢 也希望把现在社会创新跟影响力评估呢 就是像我们实际的青年工艺实践计划这样的精神 SROI的东西把它融入在课程 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那礼拜五就开始准备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跟法规 所以到了第二期就是暑假结束之后呢 就会更聚焦在他要去服务的地点任务来学习 那资格呢就是高中毕业 那且年满18岁以上 红色标起来就是这是最低最低的一个门槛 如果他没有高中毕业 然后没有年满18岁以上 那可能在入境申请一些签证 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这是最低的门槛 那年龄上限呢就是我想基本上就先欢迎大家都踊跃来报 那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审核 折优 那性别不拘 喜欢与别人互动 然后乐于学习 有使命感 我想使命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不太像是去旅游 真的是要来服务的 那需要有点基本的文书作业能力 就是打字 然后做简报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文书 那中文程度呢就是大概需要A2以上 那不用真的去考华语文的测验 就是如果这位同学他没有去考过华语文测验 那我们会跟他进行一个线上的简易测试 了解这位学生华语文大概到哪里 那这边有个额外补充 就是因为线上有非常多的海外分支会的负责人跟同仁 就是我们学校有提供这种同步线上的华语教学 待会校长跟教务长可以再补充 像现在我们跟墨山比克 然后菲律宾 还有印尼 其实我们都有提供这样的华语教学 所以如果当地的海外的分支会同仁 负责人如果有需要的话 待会也可以再来了解怎么样来合作 那报名的资料呢 缴交最重要就是来看他的履历表 自赚最高学历的毕业证书 还有他那几年的成绩单 那我们希望录制一段自我介绍跟说明 他报名这个计划的影片 就像是去应征这个澳洲大宝礁梦幻工作时候 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拍一段这样的影片来上传 那不过呢 就是在缴交这些资料之前呢 我们会有一个意愿调查表 大家可以把这个QR Code 扫一下 或是这个简报事后会交给大家 那这个意愿调查表 其实只是填一些基本资料 问他的国籍啦 居住的城市 性别年龄 那我们学校的国企处 同门收到资料之后 会跟他做一个联系 因为就是包含他的语文程度啦 或者是怎么样去申请这些资格 还有他对这个计划的了解 我们会再做说明 对 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先将这个QR Code 或者是简易的调查表 先发给有兴趣的年轻人 那不用急着这个正式的来报名 那等到我们跟他谈过 确定他了解这个计划之后 他再来准备相关的资讯 那这个计划呢非常感恩慈善基金会的一个 呃 产学合作 补助喔 所以如果获选 这个计划的年轻人 就是海外的年轻人喔 他可以得到以下的 这些补助 就是学杂费 那住宿费 餐费 保险费 团险 然后在我们学校使用电脑 网路 居留证 啊 制服 请聚 还有见减的费用 全部会补助 还包括 他的来台机票费 跟 这个签证费喔 都会一并的来 提供 所以 就是 非常感恩基金会 来培育 海外 乐学的年轻人 那这些事呢 我们 让大家知道说大概费用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特别是 呃 在学位的 学答费 一共有两种方式喔 因为 海外的年轻人 他要 来到台湾 学习 要长期的停留 呃 就必须要有 合法的 身份 那合法的身份呢 目前 慈济大学跟慈济科技大学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 呃 他可以 申请 我们 这个慈济大学的 华语文学习 那这个华语文的学习 他就可以用语言签证进来 然后 呃 早上去学华语 然后下午学专业课程 好 所以这是第一种 但他的费用呢 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半年的 费用是七万两千块 那另外一种模式呢 就是如果有些国家 他 像斯里兰卡上次知道说 没有办法 就是用 这种 华语文签证来台 长期居留 那他可以选择 就读 呃 慈济科技大学 的经营管理系 那这个科系呢 就是他可以 呃 取得 大学 的资格 以学生身份来台 就是念书 就是 学华语跟学专业 所以 呃如果选择了 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的费用 也会相较于 比较 呃 词汇 而且呢就是 华语文课程呢 也都完全的 会在词科大 里面来教授 所以 课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好 所以就是让 呃 海外分支会的负责人 跟同仁了解 就是在推荐人才的时候 其实可以 有两种 取得签证的方式 一种是用华语文签证 另外一种就是以学籍的方式 来 就读 那 我先 这个 讲完还有其他的费用 待会 还会有自费的 就是项目 就是包含学校的住宿费 然后 这些 商病的保险费 团保费 学生的保险 网路 居留证 请聚制服 渐检 餐费 那这些呢 就是由 基金会 都会 全的来提供 还有 机票签证 那因为上次讨论 有一些 海外的 同仁可能就会有些兴趣 负责人他觉得说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 有些年轻人 他可能也许 或者是同仁 不一定会参加到 最后的海外 注点计划 但是他觉得看完课程之后 觉得很棒 对于 分会的 会晤推动 其实有帮助 可不可以 自费回来 参加这个计划 是可以的 那所以 黄色标签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 分会 同仁 如果回来半年 大概需要 费用是多少 那我们有做个计算 就是 呃 我们是以半年 作为一个估计 就是 回来 大概是 课程费是三万六千多 然后呢 就是 他还需要负担 住宿 还有 餐费 还有电脑使用费用 这些呢 是付给 我们学校的 费用 所以不包含 签证 保险 健保这些 那大概半年是 四万四千两百块 对 半年是四万四千两百块 这个就是 如果 各分会的同仁 或者是有一些 呃 企业 觉得说 他的员工 想要 回来学习这套方法 那 就是大概是 自费的 金额是 四万块 那签证的部分 怎么处理呢 就是 我们有跟本会讨论过 就是 可以用企业外派 到 台湾来 那 这个签证呢 可以停留的时间是半年 所以我们 为什麽在这边 算是半年的费用 是因为 就是海外 外派到台湾 停留的时间 就是半年 那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你推荐的年轻人 他现在正在 就读当地的大学 那 怎麽样 来处理呢 好 如果 他有 被征选上的话 同样的就是 所有的 计划的 经费呢 都是由基金会来 补助 那 如果 这位大学生 他看完这个计划 可是没有被 征选上 但仍然想要 来到 台湾学习的话 那 我们会跟这个所学校 去接洽 千姐妹校 让他来到台湾学习 有 合法的一个 学习身份 那 再来呢 就是 他可以 获得学分 获得学分 那最后就是 这些费用 也是要麻烦他自己 负担 就是 比照一个大学生 来台念书的费用 所以这一张简报 是指 他 现在是 当地的大学生 然后 要用交换身份来台 且自费 那这些项目 是他需要负担的 那 培训的默契呢 就是跟大家 报告一下 全球呢 一共 可以有六位的 杰出青年 就是 全世界 有六位的青年 可以被选送回来 他所有的费用 就是刚刚上述的经费呢 都是由这个专案来 支应 那 学员呢 必须要全程参与课程实习 还有专案 所以 其实我们把它排得非常的充实 希望他真的学有所长 那这位六位的年轻人呢 他会安排在住宿于 慈济科技大学的宿舍 他的生活管理呢 会比照我们学校 所以我们学校有门禁 然后有宿舍管理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学校的门禁是 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八点 那礼拜六礼拜天是晚上的十点半 那宿舍呢 也会有一些 呃 坐席的时间 所以 这个我想就是让大家安心 就是说 一个年轻人回来到我们 实际的教育事业 会得到 呃 安全的一个照顾 那如果是同能回来呢 我们就会安排他住在我们学校的 招待所 那他就比较没有门禁的这个限制了 对 所以就是 呃 让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是同能回来 不用担心 他会住在招待所 那经过团队的评估 如果无法升任的话 我们会让 学员提早的退训 那 最后就是 是否能够去海外住点 会由 就是 培训的团队 还有本会 来做最后的决定 那也许 可能都没有 选到 或者是选到很多位 那至于去拍到哪里 也都是 由 团队跟本会来共同决定 那到了海外之后呢 刚刚是提到说 最长 服务的时间是一年 最长时间是一年 那 这个 最短呢 大概我们就是用一季 对 那出国的这个服务啊 他的机票费 还有签证费 会由我们来负担 然后 还有每个月 会补助这位学生呢 有 三万块的台币 三万块台币的生活费 所以他就要自行在 负担 就是那三万块 包含他在当地的住宿啊 用餐啊 交通啊 通信 费用 就是包含在他的三万块里面 所以每个月是三万块的台币 对 所以呢 我想这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介绍 那希望就是真的培育出热血 然后专业 然后认同慈季的年轻人 那同时可以协助海外会晤的一些推展 那也可以为我们人才的培育 达到永续的效果 所以非常感恩 基金会跟慈科大还有慈大 共同来推动这样子一个方案 那不知道各位线上海外的负责人 同仁 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想要提出来讨论的 那我想我们学校的主管们也都在现场 可以 大家一起来 把这样的一个计划推动得更顺利 这样子 刚刚有一位 就是 有问到说 如果有学员没有办法 现在可以一起 可以直接这样就在一起 如果自费的话是可以选择这样子 对 那线上有没有菩萨要再提问的 可以直接举手 或者是直接开麦克风 直接提问 您好 我们这里是雪龙粉会 想请问一下就是 完成了这个课程 培训课程过后 学生会拿到一张文凭还是什么证书吗 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说是海外的同仁 去 尤其已经 有海外各分会来赞助回去上课 那他刚刚的费用有一点听不明白 就是学费大概是三万六左右 三万六 然后另外一个费用是四万四 它是分开计算对不对 就三万六再加这个四万四吗 半年的费用 就是 OK 好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回答一下 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 会 我们学校会颁发一个结业证书给 这位 参与的 年轻人或者是同学 对 所以第一个他是没有 这个 就是学分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费用 其实就是 像 雪龙分会送同仁回来的话 就是 半年就是四万四千两百块 对 那这个四千 四万四千两百块怎么来的呢 就是 这张表就有著名 就是我们学校 一个大学生的学费 就是三万六千六百八 就是一学期的费用 那加上呢 他住宿的费用 就是看他是男生 还是女生 那我们安排他住在招待所 然后 接下来就是他的电脑的使用费用 对 所以这是同仁回来 要付给学校的 但是他在台湾 因为是由雪龙分会 选送回来的 所以 可能他在签证啊 还有保险 还有这些 渐渐的费用 其实我们是没有搜寻 因为这些是 这位同仁他到时候 入境 会需要去办理的 项目 对所以 这个四万四千两百块是 给学校 但是不包含 其他 入境 的行政手续的项目 好明白 谢谢 对 也不含机票 这样子 那再请问一下 一样是雪龙 如果 派同仁回去 他也是上两个学期吗 这个是一个学期的 对 他完成整个课程 也是一样是两个学期 对吗 对如果 可以选择这样子 可以选择第一期 或者是也可以选择 第二期这样子 每一期是半年 每一期是半年 对吧 对 也可以选一年 也可以选一年 对 但是因为会有签证的这个 需要去了解 他们最长一次来台 签证的期程是多少 那请问一下如果第一期跟第二期 如果他上次上次第二期 可以通过的课程的连续性 目前 我的课程规划在专案管理上面的确会有一个衔接性的需求 但是如果是海外分支会同仁 对的同仁回来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些客制化的项目 对 就是 就是如果有 大家 有几个分会 一起送回来 那他们 大家对于 专案管理 那希望说强化哪个部分 我们可以再 请讲师 去在这个部分 根据分会的需求来交送 对 所以即使参加第二期 我们还是会来跟分会做讨论 对 我想 原本会有分会的同仁的需求 是 希望说在这课程基础之上 来 一起共同学习 但是如果分会同仁送回来 人数 比较 多 比较踊跃的话 那的确我们就会根据这群人 客制化 部分的内容 对 比如说他的华语文 其实已经很棒了 那他可能早上的华语文课程 比例就可以再减少 那所以时间就可以用在 其他专业领域上的学习 好 那请问 那我们线上还有菩萨教师问吗 可以直接开麦克风吗 可以直接开麦克风吗 我是美国的Nuincy 想请问说 这整个课程都是以中文来进行的吗 对 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跟本会同仁在讨论的时候 课程会以华语文为主 对 但是我们的教材会讲义 会有中英文 对 一起呈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希望 这些培育出来的 不管是同仁 或者是年轻人 他们未来可以跟本会有更好的沟通的能力 对 所以透过华语文的课程 除了早上专门学华语文 其实他在平常的课程当中也是在学华文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 慈科大在做国际专班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 只要课程一旦用英文来上之后 其实英文能力就会维持住 可是他的华语文就会稍微退化 所以我们希望 让他们在专业课程上面听的也是中文 但是讲义我们会提供双语 让他至少能够看得懂 这样子 好 了解 所以在国际间也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中文要好 要能沟通 那英文当然也必须要能掌握 因为他要传海外 甚至是国际的舞台 那再来就是第三种语言 其实就是他会去的国家 希望他也能掌握基本该国的语言 这样感恩 好的 了解 感恩 可不可以请您播放第一期的课表 第一期 好 感恩 再概述一下 再概述一下 好 那其实我想第一期的课表在 我想下面应该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因为华语文教学 近诗语教学 其实在华语文中心或者是我们学校 就是他都有一个既定的能力分级 所以就是说学生进来之后 会先让他们做一次的华语文能力检定 然后根据他的能力去不同的班级上课 那下午的就是真的是实作性的课程 待会可以请这个昆池主任 就是我们行管系的 经营管理系的主任 因为他已经非常多年就是都负责这种海外 人才培育的专班 所以他非常了解怎么去客制化 然后还有实作性 那我先初月的讲一下 就是词记人文 其实就是要跟着参与我们慈善的 这种礼拜一的线上的分享会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让他们研读 词记的一些书籍 那到了礼拜二专案管理 怎么去写一个计划书 然后怎么去做好评 就是从计划到他的一个修正 那滚动式的成长 让这个年轻人知道说 诶 我们计划书不是就写完 还要执行 执行完 还要让自己进步 那OK 其实是现在 像我们的人文字业 其实也都在推动的 很多单位就说 诶 那我们一个远大的一个愿景 那我们怎么把它落实成 接地气的执行方案 所以其实专案管理我们在第一期 希望建构的就是这种规划执行力 那礼拜三资讯课程 其实就是在硬体装修 因为到了海外 基本的电脑的组装 网络的架设 这些可能 那我们学校的电算中心 其实都有这样 就是培育学生具备这样的能力的经验 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实做 那Google呢 或者是Microsoft Office 365 其实我们就是会看到时候 这个本会希望我们用哪一套 那其实我们更重要 其实不只是用文书处理 我想这个资讯能力更重要是在于 它能不能够有 简单的coding的能力 让行政效率来提升 就是可能大家 举一个例子好了 Google有个功能 就是你既email说我要开会 几月几号几年要开会 它其实是可以自动帮你把这个开会的时间 写到你的行事里 Google calendar里面 那它里面就是写一点点程式 就可以自动化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交给同学的能力 那实务专题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专案 让它真的实做 可是前面是写计划书 有工具 那设计思考是一个思维模式 一个步骤 那我们会真的指派他们 在台湾的偏乡 有一些任务要去执行 那这个就是去 透过这个方法去实做 那SDGs课程跟职场伦理 看起来好像是观念性的一个介绍 但是其实我们希望 它是能够有实做 比如说SDGs 它能不能够去分享真正的内涵 然后职场伦理 怎么跟人家应退进退 然后苏信的商业往来 那这些呢 其实看起来好像都是尝试 但是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些职场 这种软实力需要先教育 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子 对 好 这是我针对第一期的课程 在做说明 那我想还是邀请我们的昆池主任 来说明一下科大在 人才培育客制化这个部分 还有实做能力的养成的一个经验 这个 我们全球的这个 秀夫姐好 你自己的教授好 二代好 我是那个 职特大 进行管理信息值得也 昆池 那刚才 又一条事情 不好意思昆池老师 昆池主任你可以再靠近一点麦克风吗 就是让这个声音 好 那个这样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 OK 好 我们全球的家人们 那大家好 我是 慈系科技大学 经营管理系的昆池主任 我想刚才 又一条事 也是我们系上的老师 那一直以来 我们系上因为有比较多的外籍生 所以我们过去有一些经验 在对外籍生的一些教学跟辅导 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 刚又明老师有提到 我们设计的专案管理跟食物专题 那事实上 专案管理 这门课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甚至我们全系的同学 在毕业之前 他们要进行大三大四的食物专题之前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学会专案管理 甚至像去年我们的同学都有去考专案管理师 那也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全员都取得这样的一个证照 那为什么专案管理这么重要 我想各位分会的 我们的家人们应该都知道 我相信你们很多都是任务型的计划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是属于常态 regular的一些计划 但不管是长期的或短期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专案管理的手法工具 来去做 让计划能够有效的执行 因为专案管理里面他谈到很多 包含整个 那个所谓的预算 采购还有成本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沟通管理 还有一些品质管理 他都在里面 那他教了大家很多的工具跟方法 让我们能够在 特别是时间 因为往往我们各分会都有很多 任务型的专案 他必须在有限的预算跟时间之下 能够有效的完成 所以在专案管理里面 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 可以来帮助分会 未来在执行很多 你们不管是变化球 或者是很多的地形的工作 都可以透过这个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很值得学的一门学科 然后有了专案管理之后 我们又设计的食物专题 那这个食物专题 我们很希望各个分会的 不管是你们派送来的同仁 或者是你们 邀请来的年轻人 那他们可以来之前 就带着你们的需求 也就是分会 可能希望他们完成某一个 食物的要解决问题的 可以带着过来 那我们的老师 就可以协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会希望他回去之前 回去分会之前 能够把他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做成一个报告 然后能够 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然后甚至把他们学到专案管理面的一些工具手法 能够应用在这个专题当中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 为各位各个分会去 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一些 一些可能过去没有办法做的 或许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学了一些新的方法 可以帮助到各个分会 那以上就是我刚好 又敏老师有提到这两门课 我再做一个补充 感恩 这是固执主任 那我想后面 固执主任旁边是我们的教织中心主任 那为什么会邀请他来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在 持继人文课程 专案管理资讯 还有这些永续职场伦理的课程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请教织中心 把这些课程录制下来 也就是部分讲师的内容 经过他的授权 我们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放在天空学院 或者是我们学校的 线上教学平台 那但是虽然录制下来 大家是可以重复的来学习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到 就是敏尺主任 非常强调就是所谓的实作 很多的学习技能 其实是需要透过讨论 透过实践的 对所以虽然有天空学院 就是线上的这些影片的录制 作为复习之外 但是其实能够亲自回到花莲 我想这样子一个学习的成效 其实才会好 那是不是要请这个运伦老师来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在学校做天空学院 或者是线上教学影片的这个资源 那佑民国际长 还有那个在座的长官 还有佑民国际长 还有那个线上全球此际家人 大家早安 那我是教职中心的主任玉伦 那刚刚佑民老师提到就是有关于线上学习的这一块 那目前呢就是在 呃在之前佳琪主任他们的这个奠定的基础之下呢 那目前我们学校天空学院已经推出了65堂课程 线上的一些数位学习的课程 那各类型的通通都有包括了一些譬如说卫生教育啦 然后或者是多媒体设计啦 那或者是语文学习啦 然后运动相关保健知识等等 各类型的都有 那未来的话呢会搭配就是刚刚佑民老师提出的这些专案 呃这个这个产学计划的部分 会推动呃相关就是你们想要达标的这些课程 那也会呢就是以数位学习教材的方式上传到这个 现在目前正在建制的一些数位学习平台 那就是呃就是会提供比较有系统化的一个呃学习 包括章节的分类啦 然后科目的分类等等 那这是未来呢会做一个就是在长时间的这个规划的部分 然后让学习呢更有效益这样子 那呃未来就是在跟佑民老师这边 会再进一步的讨论合作细节的部分 那也非常谢谢郁伦老师喔 其实我们这么做当时之后有一个呃目的 就算我们是培育海外的年轻人 可是对于海外分位同仁回来喔 我们期待他可以成为一个种子 就是他在台湾学到的这套技术 搭配天空学院数位的教材 他可以回到呃当地去把他所学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其实这个是呃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 就是有期待达到的一个成效 所以真的是很希望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海外分位同仁都可以一起回来这样子 那除了呃除了专业的课程之外 还有没有跟法卖连接的一些上班的课程设计 哦最主要我想就是会安排在我们的 词记人文这个时段 就是在法卖的部分 那我们呃呃就是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喔 这些课程的讲师喔呃呃不会完全都是由我们 词记科技大学老师来教喔 是邀请我们就是词记置业的这些呃 资深的词记人来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词记史 那我们就会希望邀请到树远老师 有机会来跟同学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包括我们的4号师兄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啊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性的大型营队喔 就是回来半年精进啊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回来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啦 二十天这样子对 对那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换作成就是一个精进的课程的话 那其实他是长期半年喔 那所以词记人文我们的学校有立华主任 那这也是呃呃呃呃呃呃 非常能够去带动再一些呃呃呃呃 经典的导读 其实我们也会邀请立华主任来跟我们的同仁 还有我们的学员来分享 因为立华主任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他可能在语言上面 其实也都可以双语的来沟通 因为法脉我想特别是一些对于中文 可能还没有这么能够去理解的程度的时候 的确是需要有些双语的辅助 有没有磁青的代表要提问什么问题 先生好像有看到有年轻人的样子 有没有同学要提问 有一个举手 你好 我是来自飞育冰的 然后其实刚才有听到有讲到说 如果没有被选项的话 然后还是想要去台湾进修 其实是可以自飞去 然后可以用交换生的身份去台湾学习 然后我记得刚才好像有提到说是 可以跟我们所在的学校去沟通 然后可以获得学分 那是这样子 但是刚才前面有一位师姑有提问说学生会拿到文凭什么的吗 然后说是会有结业证书但是不会有学分 所以是如果是自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有学分吗 如果是交换生的话 那就是如果 就是您现在是在读菲律宾某一所大学是吗 请问一下您来自菲律宾 您的身份是慈亲吗还是 是的 慈亲 所以现在正在就读大学是吗 是的 好的 那如果您现在正在就读大学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跟就是你的学校就是来联系 签所谓的姐妹校 那签的姐妹校其实我们就希望说 你来到我们台湾修这些课程 那有些如果是我们有把它开成所谓的 就是学分班的时候你来修 他是可以认列你的学分 对 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我想慈科大师非常欢迎 可以跟国际的学校来签订姐妹校 但是学分的认列这件事情 还是要就是尊重菲律宾你的母校 就是他愿不愿意来承认 对 但我们我们会去跟你的学校来接洽 然后签姐妹校 然后希望促成你来修课是有学分的 好的感恩 好那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菩萨家人 要再提问的 对不起 佑敏老师 我想补充一下 佑敏老师听得到声音吗 请说 刚才我们菲律宾的师姐有问到这个学分的问题 那我想再稍微再把它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 原则上如果我们就是像菲律宾的年轻人 来我们这边上我们的课程的话 那像刚才有提到几门课 例如说像专案管理 我相信在菲律宾的很多大学 这个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也是一个 我相信 学院应该也都会学到类似的课程 那还有一些资讯课程 那这个我们原则上我们学校是可以开 学分给他们 学分证明给他们 那至于 就是说 他们拿了这学分证明之后 那如果我们 就是菲律宾的一些大学 如果能够认 就是承认这样的学分的话 当然我们很欢迎 但是要让他们能够认这个学分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学校 也可以跟菲律宾的大学来够 能够来签姐妹校 那这样的话 在任务上就会更加的一个顺利 我想 我们学校开学分证明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以上说明 请问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没有想到的话 那之后如果有想到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再跟我们宗教处 或者是佑敏老师这边在联系 我们有一个 你就是可以透过会晤同仁 或者是直接跟 我们海外这边 就是市民熟分或者是禁员这边在做联系 这样子 好 谢谢 那我想 我想线上如果没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最要请我们的校长 就是来跟大家 就是在说明邀请一下 参加这个计划 也分享一下学校的一些特色 给我们的线上的海外同仁 那配方师姐还有海外分会的各位师兄师姐 还有宗教处的同仁 还有我们同仁 大家好 那刚刚佑敏也大概说得蛮清楚了 因为这个人才培育计划用人数不多 所以有很多课程 我们可能可以客制化 就针对 分会的需求的话 我们会 结合我们四大志业的专业的话 会在开课上面会尽量去让我们这些回来的 回来的同仁 能够真的是可以学到东西 那我们最重要也是希望说 这些培育的人才是真正了解 我们的近视法卖跟慈基中门 所以回去在投入恢复的上面 他就会比较尽心尽力 那学校这边的话 那这几年也蛮多的外籍学生 所以我想说有些课程 他们可以个别客制化 那有些课程我们会融入在 我们现有的学生的一些活动 跟课程里面 让他也可以在这里的话 不会好像被自身于学校的教学环境之外 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整个大学的氛围 所以这一部分 我想说 因为像主则单位 可能就是国际处跟警管系 就是经营管理系 所以他们其实也蛮有经验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想说 各位各分会的师兄师姐们 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 我们想也欢迎 跟我们这边做联系 我想说我们才能真正去培育出 我们各分会需要的人才 因为刚刚又明在讲的话 那几个地区 其实那个师兄师姐或是学生的背景 其实差异性蛮大的 就像莫山比克 他们就相对比较落后一点 甚至带领师姐都说 他们连开机这些都不会 所以他的训练可能会跟 比如马来西亚 甚至是 现在有澳洲的 或是印尼 菲律宾的 状况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会去 会去努力的去把他们 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课程 因为毕竟人数不多 我们比较容易去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会很注重他实作的部分 因为毕竟理论讲的再多的话 那在实作上面 如果没有去精进的话 想说回去分会的话 在会务的推动方面 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刚刚我们的昆池主任有讲 因为在专案管理这部分 他就是 等于是一个实作的课程 就是我们可能会 给他真正去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他可以真正把 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或是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看怎么样实际应用 在他的会务的推动上面 那刚刚配方师姐也有讲 就是上人很注重 他的华 就是这些海外分会 这些人才的 华语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去努力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 其实很多海外分会的 人才培育或是我们姐妹校 我们都是透过线上 线上的部分 我们在印尼也有开线上 那菲律宾也有 太北也有 现在乌克兰的部分 我们也现在目前 都有华语的线上课程 那我们希望说 即使他还没有到台湾这边来 也可以先去学华语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们是 先让这些学生具备一些语言的能力 因为毕竟他如果到台湾来学习的话 不管在学习上或是生活上 华语也是相当重要 那另外 刚刚也提到那个英文的部分 因为英文像目前是国际语言 所以英文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 也会在这一部分 加强 我们今天也有邀请到 我们双语中心的主任 也一起过来 所以我们在中英文的部分 也都会相当重视去培养他 所以除了专业 还语言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词记的精神跟人文的培育 这部分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在这边就跟各位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其他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想说宥敏是计划的主持人 他可能最清楚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想说宥敏应该都可以详细的答 跟各位答复 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校长 那我想校长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帮很多海外的分支会 就是或者地方开设 华语文的线上同步教学 那这些如果现场的海外分支会 师兄师姐同仁 有需要我们到这个 就是到你们的地方开设这样子的课程 请不用客气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运用校内的经费 或者是教育部的经费来开设 所以我们没有跟海外分支会收取任何的费用 那我想这个是希望把华语文教学 华语文的这种应用推广出去 所以现场就是 就是线上的这些师兄师姐 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以跟本会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会来就是跟你们联系 那看看怎么样来开线上的同步教学 所谓线上同步教学就是真的会有一位华语文老师 然后在线上上课 可以跟现场的就是线上的学生互动 所以不是看影片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希望能够帮助 海外分会在华语文人才的这个培育 投入也相当多的心力 所以也非常感恩校长在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那这边的感恩就是海外各国都一起上线 那就如刚才也很感恩就是校长 还有总理还有各个老师们 也一起在线上关心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慈善基金会跟教育基金会 都是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育 那有一天上来也有跟 应该是跟慈特大的老师也有提到说 现在的年轻人自在四方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培训的课程 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学习 那未来也可以就是到 不管是留在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回到海外去做这个服务 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年轻人 那尤其是我们的慈亲 还有毕业慈亲 或者甚至您的这个 有小孩在慈特大慈大的话 也鼓励他们也都可以报名申请 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师女 淑芬师姐 还有就是淑芬师姐 然后师女 淑芬师姐这边联系 那我们这个海外有一个海外负责人 还有这个行政同仁的这个群 那我刚才也有就是把两位的这个 line再tag大家这样子 那如果后续有任何要提问的 我们这边都会帮忙大家 就是我们知道的都会先做回复 那我们不知道的也会再请教 就是教育资历和御宁老师这边讲 那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时间感恩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提问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说明会就到这边结束 感恩大家 感恩各位菩萨 感恩 感恩 感恩